上班时间 主任看到员工居然在打麻将 他愣了一下 心理素质不好的工人直接被吓跑 但主任却坐了下来 说要和工人一起玩 主任的一番操作 赚得盆满锅满不说 工人们对他还十分感激 自古以来 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 无论你办什么事 总免不了礼尚往来 丁务员能混到农场主任这个位置 其实靠的就是他能察言悦色 对什么人说什么话 他每天都穿着一身大褂 在镜子面前抹上发油 然后仔细打量着自己 确定得体之后 便会对着镜子讲着自己惯用的台词 丁务员所在的农场是股份制 他只是属于一个管理者 为了讨好那些大股东 经常到他们家里送东西 不过他不找老板 专门对老板的太太和女儿下手 三太太喜欢的芦苇花 童小姐念叨的上毫笔墨纸页 她该买的该送的一个都不敢查 但凡提到钱的事情 丁务员一句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哄得太太们喜笑开言 加上一手麻将打的也是有声有色 该碰的不碰 不该打的非打 再配合着一番花言巧语 愣是让三位大小姐看不出端倪 期间三太太有意暗示 说小少爷过几天生辰 可他最近手头有点紧 丁务员一句包在我身上 立马哄得三太太喜笑言开 不过老丁只是农场的一个主任 不仅要上下打点还要给少爷做手 他哪里有这么多钱 但是用老丁自己的话来说 在这里只要打通了人情关系 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 丁务员作为领导 也不单单是对上头鳄鱼奉承 他对自己的员工也是恩惠有加 这天打麻将时 有人还主动承认自己偷卖农场的猪菜 把钱一并上交 然而丁务员却并不打算收下 他说农场里没有等级 大家都是一家人 自己怎么会在乎那点卖猪菜的钱呢 还说以后卖猪菜的钱归工人自己 一律不用上交 说完就连打麻将赢的钱 丁务员也不装进自己腰包 而是交给李会计进了农场的工账 就这样丁务员上下逢源 整个农场都在他的把握之中 可丁务员来农场大半年 不仅没赚一分钱 现在连工人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大股东想裁掉丁务员 而得了丁务员便宜的三太太 连忙替他说好话 说丁务员这人办事爽快 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农场赔钱的话 他怎么还会一天到晚的给别人送东西 可农场的账目上确实是亏本 但是在三太太好说胆说下 裁掉丁务员的事也就暂时搁置 而手拿账本的丁务员 却没了之前的那般热情 白花花的账目亏空着实让他愁眉不展 明天就到了发薪水的日子 眼下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 但面对下属 丁务员依旧能表现得风轻云淡 隔天 看着熙熙攘攘来领工前的劳工队伍 丁务员早却没了昨日的那般惆怅 不过机智透顶的他早已想好了对策 因为账目亏空 男人在发工资时已物抵资 老汐 老汐 上次你说 想给你出家的大闺女买个镯子 做嫁妆是吧 你看我们丁主任给你挑的这个镯子如何 橙色很好的这个镯子 丁主任选拟 老婆都买了 好好好 好像他工资的三分之一是吧 对 老丁凭着超强的带货能力 发工资这个坎终于顺利卖了过去 虽然工人都知道 从老丁这里买东西比店里的贵 但不管多贵他们都会买 因为老丁平日里对他们的小恩小惠 这些人情债工人总是要还的 就比如开头的打麻将 和员工私自卖掉农场猪草的事 丁务员不仅没有追究 是问这样的领导谁能顶得住 靠着这些到处投资的人情债 在基层混得风生水起 上找靠山 下拉圈子 丁准了仕途之路 看似风风火火畅通无阻 然而这一切 却被家丁的一番耳鱼而撼动 家丁听闻到了股东们打算换掉丁务员 本叔叔伏伏想着按摩的他瞬间坐了起来 丁务员谄媚得了太太小姐 福获得了下人劳工 可这投了白花花银元的股东们 想来只认钱不认人 他这般殷勤到了股东那儿 也只能是扑了个空 转眼到了小少爷的生日宴 丁务员请来戏班备好饭菜 又忙着端茶送水招呼客人 从上到下时无巨细 宴会办的热闹非凡 可大股东同老板却开心不起来 他早就对丁务员有了意见 而且又听说了工人偷卖猪草的事情 对他便又添了几分厌恶 见丁务员过来倒水 同老板却故意碰掉桌上的茶杯 老丁是个聪明人 他一下就知道老板的意思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可偏偏乌漏偏逢连夜雨 不少人在徐家小少爷的生日宴席上 报丁务员的名字 从账目上支走了不少的钱 若是等过些镇子股东们来查账 这些钱还填不上 即便跟股东们攀上了亲戚 这主任的位置怕还是保不住 就在这水深火热之时 一个相貌堂堂的年轻人 跟丁务员撞了个满怀 看着这气质和伴想 丁务员断定眼前的男子一定来头不小 他叫秦妙斋 艺术家秦妙斋 只见男子摇头晃脏 说自己云游山水寻找灵感 途中看到这个农场不错 一听到不差钱 丁务员瞬间两眼放光 这下一万 秦妙斋一口答应下来 这下有了租金 账目上的亏空就有了着落 他满心欢喜地让秦妙斋住了下来 可一连过去好几日 始终不见钱的踪影 丁务员这个老江湖 自然看穿了秦妙斋的骗子本质 可他却不急着赶他走 对于这号人物丁务员自有妙用 秦妙斋住下来后 每天不是喝酒就是打牌 说了没钱给工人就拿花生米抵扣 工人虽然很生气 但看在丁务员的面子上 就没跟他计较 但房租的是一拖再拖 就想让他赔一赔 大股东的女儿童小姐 秦妙斋听到这句话 瞬间自信满满 这部黑白电影 被很多人奉为职场教科书 每一个求职者都应该看看 范伟当年凭借此片暴冷 获得金马影币 毕竟在大众的认知里 他是一个常出现在春晚舞台的喜剧演员 角色特质就是憨傻 可在这部电影中 范伟老师用精湛的演技 向我们讲述了中国式人情世故 丁务员想让他与童小姐作伴 若是投缘还能成了一桩姻缘 也能给丁务员这功名部长记上一笔 第二天 秦妙斋梳着油头精致西装 处处透露着绅士风范 谈吐间皆是对世间沧桑的无奈 他出口成章温文尔雅 也难免赢得同样儒雅的童小姐的好感 随后邀约一同去房间赏试 童小姐也爽快赴约 当念到伤心处时 童小姐不禁煽然泪下 而一旁的秦妙斋体贴温柔 化作知己替他抚慰疗伤 待时机成熟 在童小姐嘴唇留下轻轻一吻 一切顺理成章顺水星舟 童小姐也百依百顺 顺其自然地赞助起了秦妙斋的化展 而秦妙斋之前就找过会计 让他用农场的钱给他办化展 会计不给钱就来偷 被发现后秦妙斋就溜之大吉 他毕竟是丁务员留下来的人 所以会计只能找丁务员投诉 于是丁务员找到秦妙斋 旁敲侧击地说起办化展的事 没想到秦妙斋反倒说起会计的坏话 说理会计恶毒得很 简直是资本家的走狗 不仅如此 他还在办公室门口指丧骂怀 理会计没忍住便冲上前破口大骂 可自称艺术家的秦妙斋 却拿不出一幅作品来参展 为了体现自己的艺术造诣 他对着其中一幅作品指指点点 批得一无是处 童小姐听着听着一跺脚跑不出去 原来这幅画正是童小姐画的 秦妙斋赶紧追出去 好在凭借自己的三寸不乱之舌 硬是将童小姐给哄了回来 画展庆功宴上 秦妙斋对着古今中外各类艺术家好一顿批评 有好事者问他 为什么你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呢 就在这时几个宪兵冲了进来 将前面的朋友抓走 这件事很快便传到了徐老板耳堆 农场一直亏损不说 现在搞出这么负面的影响 徐老板大怒 把所有的错都归结到丁务员身上 这一次说什么都要辞退他 老丁得到消息后 他呆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 秦妙斋不知发生了什么 还笑嘻嘻地来找他 丁务员说自己要被撤职 秦妙斋一脸的无所谓 可丁务员紧接着说我要是走了 你怕是也不能继续住下去 秦妙斋立马变脸 大骂怎么会有这样的无耻之徒 他表示一定会帮助丁务员 接着 秦妙斋就开始用花盐桥与鼓动工人 让他们继续跟丁务员站在一条线上 丁务员平时的小恩小惠 在此时又起到作用 大家义愤填膺的承诺 会给新来的主人下马威的 而此时 秦妙斋还想找童小姐帮忙 可会计已经先他一步 将他的恶行通通告诉给童小姐 比如和工人打牌用花生米做筹码 没钱就偷农场的钱 看破秦妙斋真面目的童小姐 最后写了一封诀别信 两人从此不再往来 秦妙斋气得只能蒙头生闷气 很快就来了新的农场主任 丁务员拿出惯用的待人手段 一边笑脸相迎 一边吩咐人备好韭菜 可新主任一道就来了个下马威 他说以后主任的房间只能办公 不能干别的 丁务员有些尴尬 却还是陪着小李命人 把饭菜送到了房间 新来的主任叫尤大兴 是个流洋的园林博士 他胸怀大志 想要给农场来的改头换面 按理说说尤大兴一来丁务员就要交接工作 可丁务员却假称家中有事需要回去一趟 硬是把时间往后拖延了六天 离开前他跟工人们很奇怪 说了什么无从得知 不过这六天绝不会平静度过 丁务员一走之后 尤大兴便放开手脚 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 首先明确规定了上班时间 然后严禁偷鸡摸狗 一旦发现违规便直接开除 尤大兴不愧是博士 确实有真材是学 没几天便把农场治理的井井有条 但他能力虽强 性格却太过刚硬 没几天便辞退了五名老工人 被开除的工人自然满肚子怨气 他们盼着丁务员回来替他们做主 而秦妙斋趁机怂恿工人 去找尤大兴的妻子求情 于是当晚 他们就提着一篮子鸡蛋 去找尤大兴的太太 太太听他们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 表示愿意去和自己的丈夫说说情 于是工人把鸡蛋放下就走 心软的尤太太只好收下这栏鸡蛋 晚上尤大兴回到家 太太就劝他给那些工人留条活路 可尤大兴却坚决地说 虽然尤大兴的铁面无私 让劳工们都坠坠不安 但小偷小摸的行为也算是被彻底整治了 除了顽固不化的秦妙斋依旧在兴风作浪 全然不把尤大兴放在眼里 如今丁务员一走 农场里就都是同老板的人 不管是新人由大兴还是老人理会计 股东徐老板听到后顿感不妙 受过丁务员恩惠的三太太见状趁热打铁 就这样丁务员恢复了半职 由大兴管理生产 丁务员管理人士和财务 老丁得到消息后从家里赶了过来 丁务员一回来 那群被开除的工人仿佛有了靠山 秦妙摘一看事情成功了一半 他便放开手脚当众污蔑由大兴贪污 说他老婆偷拿农场的鸡蛋 由大兴听到传闻赶忙回家 果然发现了一篮鸡蛋 他指责妻子糊涂 可妻子却说自己是为由大兴好 因为由大兴到处得罪人 收了鸡蛋 就能让工人觉得自己是和他们一起的 这样他就能替由大兴说好话了 由大兴很无奈 他知道事情已经没救了 一个人瘫坐在床上 很快秦妙摘就带着工人围住了主任的住处 嘴里喊着由大兴贪污 要赶走新主任的口号 万般无奈之下 由太太只好找到丁务员寻求对策 丁务员提议先让由主任以生病为由 让丁务员先行管理农场 两个月后事情过去再去辞职 也好有头有脸的离开 面子上也能过得去 由太太即便再不想离开农场 可是已至此也不得不走 而等由太太回到家时 却发现由大兴早已收好了行李 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放弃了与无合之众的对抗 放弃了与人情世故的纠缠 就这样 农场重新回到了丁务员的手中 众人聚在一起举杯庆祝 秦妙斋也开心极了 可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即将到头 事情得到了解决 他也就没了利用价值 几天后一对宪兵来到了农场 抓走了秦妙斋 至于是谁叫来的宪兵 应该没有人比丁务员更清楚 第二天一早 老丁让下人打扫了房间 转手就把房子租给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 租金一万五千元 不过他没有把这笔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 而是放到农场的账上 用于上下打点送往迎来 以后的日子里 丁务员又给佟小姐牵起了红线 他继续揣摩太太小姐的心思 工人们也继续偷懒 农场也继续赔着钱 看似蒸蒸日上 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 实则是渐渐地走向衰亡 电影《到这里落下帷幕》 改编自老水1943年的短片小说 故事背景设在1940年代 抗战中的重庆 虽在那个年代 但到了影片中的主场树华农场 却有脱离城市质感 如陶渊明所述《世外桃源》 与时代无关 虽然是黑白屏的拍摄 但是细细品味下 范伟老师的这部作品 的确是一部经典之作 故事人物不多 情节主要围绕树华农场的 经营状况铺陈人与世 丁务员的敷衍 秦庙斋的空谈 由大兴的无奈 厂工们的随波逐流 共同汇成一出 充满幽默暗讽的省事预言 深刻地反映了 中国式人情社会的诟病 不是现实的现实 不成问题的问题 会计部上的数字 终究是抵不过 人情账里的文章